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成为了相对的弱势群体,然而不论在亚洲还是欧洲,总会出现一些杰出的女性试图去打破这固有的桎梏。 在亚欧大陆上有五位杰出女性通过不同的手段,征服了男人,戴上了王冠,她们是女人更是女皇,今天就来盘点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五大女皇。 第一位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刚统治的英格兰当时只是个二流国家,并没有强悍的实力,而这一切将在这位女皇人上发生翻天覆地的逆转。 在外交上,在当时欧洲诸国眼里,伊丽莎白一世不仅是个代价的女孩,更是一国之主,她们看重的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身份与地位,随之法国、西班牙、瑞典、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们都纷纷向伊丽莎白一世求婚。 结果,伊丽莎白一世选择了不拒绝,不主动的态度,这样很多前来求婚的贵族正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伊丽莎白一世正是用这种弱吉弱利的关系,操控英格兰与别国的关系,当时的西班牙与法国是英格兰吉利拉拢的对象,为此她使用了自己悬而未决的婚事,试图遥控两个国家对英国的态度。 她先是故意对西班牙国王暗示,如果自己要结婚,首选之人就是她,这样菲利普二世的内心既兴奋又躁动。 同时对于法国,她故意让法国看到英格兰由于西班牙有通过联姻结盟的可能,这样强硬的法国不得不在战争中有所忌惮。 一直等着兑现诺言的西班牙国王为了获得芳心,竭尽全力替伊丽莎白排有解难。 1560年,罗马教廷庇庇护四十派代表命令,伊丽莎白一世必须回归天主教,不然将遭到整个欧洲皇室的敌视。 西班牙国王站出来维护伊丽莎白一世,并在布鲁斯尔下令阻止了这个正准备对伊丽莎白一世发难的教皇行动。 伊丽莎白一世这种以自己为诱饵,周旋国家之间简直是一种危险的豪渡,虽然一度出现危机,但凭着她的智慧与能力,终其一生稳草胜券。 在内政上,她极为之初,伊丽莎白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支持下,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富强和资本原始积累的政策,在政治上强化专制王权,重用塞西尔等大臣,逐渐把议会变成专制统治的工具。 在经济上,伊丽莎白一世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和发展本国锚放置业和其他新兴工厂手工业。 英国的海外贸易在这一时期大力发展,伊丽莎白即为之初成功地保持了英格兰的统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是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不仅打败了侵略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一举打垮昔日的世界霸主西班牙帝国,而且还让英格兰文化在此期间达到了一个顶峰。 有限出了诸如莎士比亚、培根这样的著名人物,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也在此期间开始确立。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出现了令后人无限缅怀的黄金时代,而伊丽莎白一世也为了英国的国家利益终身为嫁,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英国,最终奠定了英国崛起的道路。 第二位是俄罗斯帝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再给我两百年,我能让整个欧洲匍匐在我的脚下,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死前说的话,但从他一生的功绩来看,他说的一点也没错。 原本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只是作为普鲁士的公主,嫁到了俄罗斯帝国,那时的他连俄语都不会,然而后来他将主宰整个俄罗斯帝国。 一位出生于普鲁士普通穆洛贵族的德国姑娘,为何能成为与之八杆子打不着的俄国女皇? 这就要从他的远房表哥乌尔里希说起,因为当时俄罗斯女沙皇伊丽莎白未婚,而且无嗣,作为彼得大帝的外孙,乌尔里希才有幸被选为俄罗斯皇位继承人, 而远在普鲁士的叶卡捷琳娜被选中为未来皇储乌尔里希的未婚妻,也就是后来彼得三世的妻子。 然而,彼得三世并不喜欢这场包办的政治婚姻,因为他早已信有所属,两人虽然结婚,但感情极其冷淡,彼得三世与情人亲亲我我, 而叶卡捷琳娜只能独居深宫,以看树来消磨孤独的时光。 在百无聊来之下,他翻阅了宫里的大量书籍,尤其对政治理论书籍极感兴趣。 他百看不厌,爱不释手,慢慢地武装了自己头脑。 夫妻这种冷淡的关系令人非常担忧,因为皇室的子嗣成了问题。 最终,在女皇伊丽莎白的逼迫下,叶卡捷琳娜生下了一个男孩。 当叶卡捷琳娜生下这个男孩后,似乎完成了他的使命,彼得三世依然对他不理不睬,夫妻关系没有任何缓和。 就连伊丽莎白也认为叶卡捷琳娜没有了任何价值,整个皇宫上下只关心孩子,却对生产后的叶卡捷琳娜没有丝毫上心。 痛楚与冷漠,在叶卡捷琳娜的心头越积越重,他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以后的人生。 他在日记中为自己写下了三个选项,一是逆来顺受,做一个宫廷怨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是,仍做彼得三世的妻子,如果被彼得修掉,将在修道院中终此一生。 三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奋力向帝国的宝座也冲一冲。 如果登上权力的巅峰,将无人将对其指手画脚。 包括哪个复兴的丈夫。 1762年,经过长期折服,他亲自率领经卫军发动政变而即位,视为叶卡捷琳娜大帝。 1767年,召集新法典起草委员会会议,宣布女皇的训定,主张开明专制,严厉的法治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此外,他还修改地方行政制度,司法制度。 对外政策方面,三次瓜分波兰,对土耳其作战取得黑海沿岸地区,并吞并了克里米亚韩国。 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成为名副歧视的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叶卡捷琳娜被尊称为大帝,并成为和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彼得大帝,同时享有大帝称号的人。 自未见他对俄罗斯的影响之深,以及俄罗斯人对他的尊重。 第三位,是武洲皇帝吴泽天。 作为一个女人,能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步步高升,并且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皇帝,而且还能统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盛世中的大唐帝国,并且继续稳步治国。 不得不说吴泽天的厉害程度了,同时也为他带来了至高无上的荣誉。 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的才智和治国能力是一流的,在为期间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开创了电视和物据。 掌权以来打击了关聋集团,大力提拔科举出身的官员,史称北门雪氏,很多是来自中原、关东与江南等地的世人, 并且大力提拔人才,如狄仁杰、张俭之、张仁苑、姚崇等名臣将领。 吴泽天称帝期间,社会文化艺术亦有所进步,当时佛教大兴,吴泽天时期的佛寺兴建平凡, 扩建的洛阳龙门石窟为这一时代的代表。 有历史称吴泽天时期为贞观遗风,可以说他成上旗下,也为后面的大唐全盛做了贡献。 第四位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她是英国汉诺威王朝最后一任君主, 第一个以大布列颠女王和爱尔兰女王和印度女王并称的人, 她长期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位后是英国最强的日布洛帝国时期, 英国历史上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此时英国加大殖民扩张, 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和占领了很多殖民地,而她也利用女王声誉, 巩固大英帝国的统治和内部团结。 她在位的几十年正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由芳心为爱到顶尖, 进而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软变时期, 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君主力限制得到充分发展, 使维多利亚女王成为了英国和平与繁荣的象征, 英国的实力也在她的统治下达到顶峰, 英国成为当时无可厚非的世界第一强国, 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和历史。 第五位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 年轻时候的伊莎贝拉就是王位的候选人, 又是欧洲最富有的女子,因此许多王子都向她求爱。 然而年满18岁的伊莎贝拉逃出家门, 不顾恩里克国王的反对, 与阿拉贡王位的继承人菲迪南结了婚, 菲迪南后来成为阿拉贡国王, 从此菲迪南和伊莎贝拉共同统治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大片江山, 与世两个王国开始联合起来, 菲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所有的决策都是两人共同制定的, 夫妻俩竭尽全力,默契配合, 共当西班牙君主。 在他俩共同统治的25年中, 其基本政策是要创建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王国, 这个王国有一个强大的君主政体统治, 最终取得了收复湿地运动的胜利。 为以后一个统一的西班牙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他另一个影响非常大的贡献, 就是资助了哥伦布的远航, 他大力支持不被人看好的哥伦布, 并且与哥伦布签订了圣大非条约, 拨出经费, 使哥伦布的远航得以成型。 伊莎贝拉一世给西班牙奠定了政治统一的基础, 并努力在思想上一统西班牙, 使西班牙成为世界的中心。 西班牙的霸权自此而始, 他留下的影响超出伊比利亚半岛的范围, 欧洲大陆和整个世界都为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